大家好啊 朋友们 下午三点二十分了啊 早晨起来雨下的挺大啊 现在还阴着天呢 给大家聊一聊这个解放战争啊 也就是国共内战啊 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这个话题啊 这个是这位老先生 他写的回忆录啊 这位叫韩光 韩光是1912年3月24日出生 2008年9月27日去世 这个人是享年啊 享年96岁半吧 96岁半 他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1930年他18岁的时候加入共青团 1931年19岁的时候转入中共 他曾经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纪委的常务副书记啊 也是中共的高干啊 是他的文章啊 那么说迄今为止 关于中共在东北 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的武器数量 这个较为准确的数据都出自苏联 啊 但这些数据都被质疑严重夸大了 相对而言啊 国内的材料更可靠一些 由于身为受援者 就是接受者啊 接受援助 以及后来与苏联反目成仇等原因 国内的资料对于苏方的啊 苏联人给的武器的援助 几乎他不会夸大 因此啊 根据国内现有的相关资料 可以总结出苏联在东北 最少援助了解放军 多少武器装备啊 后来叫解放军 一开始好像叫东北民主联军啊 第一啊 前苏联公布的数据不可靠 只能依据中方现有资料做最保守的统计 那么关于中共在东北接收的武器数量 前苏联有两种说法 一是当时的远东苏军总司令 华西列夫司机元帅说 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巨额 缴获来的武器装备 仅我们两个方面军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旧有 三千七百门大炮 三千七百门大炮 排击炮和制弹筒 这个关于枪和炮 在这军事学上有一个定义啊 好像是从口径上分的啊 他说三千七百门大炮 排击炮和制弹筒 有人说应该念成破击炮 好像台湾就念成破击炮 说这个是最早是东北使用的 东北人把破就堵成排 破害堵成排害 就管这个炮就叫排击炮啊 然后有六百辆坦克 然后有八百六十一架飞机 还有约一万二千艇机关枪 还有将近六百八十个各种军用仓库 以及松花江分舰队 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 松花江那个舰队 他到不了海里边 因为松花江汇入黑龙江 黑龙江最后在俄罗斯 在苏联入海 是吧 这个我有一个书 我还没来得及跟大家仔细的读 这个书 是吧 我是日军翻译官 为满江上军亲历计 江上军就是内核的海军 就是他们说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松花江分舰队 就是这个意思 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 那么苏军司令部 还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 以适于作战使用 就是让这些武器的状态 还是给做一些维修啊 保养啊 那么这个来自啊 一个叫薛贤天的人写的 叫民国时期中苏 中苏关系时 1917至1949 第二 1971年8月26日 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谈话 苏军粉碎日本侵略军 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 一个广播谈话 当时中苏关系破裂了 就是红色中国和红色苏联 和苏俄关系破裂了 所以苏联人发表这广播谈话的意思 是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 忘恩负义 背信弃义 他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这个谈话当中 71年也有一个数据 他说步枪约为70万只 我觉得这个数字差不多 因为关东军本来有100多万 后来把一些精锐调到中国关内战场 就是中国战场 还有太平洋战场 主要是太平洋战场 跟美国人拼命去了 所以他剩下的人 大概也就70万左右 70万只步枪 机枪约为12000至14000艇 他有个比例 就是机关枪和步枪 就是一个部队当中 有多少个人拿步枪 然后对应的有多少艇 机关枪 它是有个比例的 各种炮约4000门 上面说的是3700 差不多 约4000门 坦克约600辆 然后 汽车 还有汽车 约2000多辆 还有弹药库 679座 679 之前说的是将近680 679 还有800余架飞机 之前那数字是861 和炮艇若干 那这个数字和前一个差不多 这两个大同小异 这个材料来自杨奎松教授的 这本书叫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江西出版社的 99年7月初的 但是这两种说法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一来认为他们夸大了缴获关东军武器的数量 二是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在1960年代中苏论战之后公布的 中苏彻底翻脸了 把矛盾公开化了 因此有夸大对中共援助的嫌疑 三是此数据与国内现有的党史军史中所记载的 东北解放军持有的武器数量差距较大 特别是飞机和坦克的数量 因此苏联的数据很难让人信服 要搞清楚中共到底接收了多少武器 以中方提供的资料为基础 进行估算 相对更可靠些 一是因为作为受援助方 具体接收了多少武器 当时的记载相对比较可靠 二是受援助方 一般不会夸大自己 接受援助的武器数量 三是从六十年代开始 中苏进入论战 甚至兵戎相见 珍宝岛 铁利克提 黑龙江 新疆 因此中方之后的材料 以及当事人的回忆 对苏联的援助数量及发挥作用 基本不会夸大 那不会夸大会不会缩小 现在我们也都怀疑 一边说我给的你多 苏联人说我给你的多 这边说你没给那么多 反正俩人翻脸了 是吧 你请我吃过两次饭 钱都没付 那个说请了三顿 但是由于相关的材料尚未完全公开 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资料中找出中方在东北接收武器数量的最小值 看看这有一张照片好像就是到东北去的八路军的啊 似乎似乎啊 然后1945至1948年中共啊 最少得到了枪支30万 刚才那个说枪支是70万 这个说最少30万 那咱们取个中吧 30和70之间50万 轻重机枪2万艇 这是有人说的啊 两万艇 之前的数字是12000到14000 各种炮1500 之前的数字是3700到4000 弹药无数 关键有武器你还得有弹药呢 得有子弹炮弹呀 对吧 那么1945年苏军占领东北时 抗连也随苏军直接进入东北 东北抗连他打不过日本人 立足不了 大部分投降了 一小部分趁着那个冬天 天寒地冻 从冰面上 从黑龙江乌苏里江逃到苏联去了 后来过了几年 苏联人打过来的时候 这些人都是向导 像什么周宝忠啊 李肇林啊 全是向导 包括今日城可能都是 几乎在同一时刻 毛泽东命令关内的 山海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 以及纪热辽军区的中共部队 迅速奔赴东北进行接收 各个部队接收到的武器的情况 有据可查的如下 一 据周宝中介绍 跟随苏军回国的东北抗连 在长春火车站 接收了日本的一个军火库 并在各地收缴搜罗各种武器 截止到四五年的十月十五日 抗连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 日围武器有 步枪近六万支 轻机关枪九千余艇 重机关枪八百余艇 制弹筒五百余个 迫击炮二十余门 山炮和野炮五门 弹药一千二百余万发 这来自周宝中的抗战胜利时的 东北抗尔联军 二 纪热辽军区 叫周家美部 周恩来的周 家庭的家 美国的美 周家美部 五百余人进驻锦州 在苏军的协助下 解除了锦州 围满部队 一个旅五千余人的武装 并从日委军火库中获取武器 共得火炮近八十门 轻重机枪六百九十余艇 步枪一万三千二百余支 手枪三百五十余支 炮弹一百余箱 子弹一千多万发 这个来自周家美 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 没有苏军 日本人估计不会把武器装备给八路军 甚至都不会投降 因为蒋委员长给的命令是 不向八路军新四军受降 要等待中央的接收大员 让中央军过来 是吧 第三 一九四五年的九月下旬 纪热辽部队 纪热辽部队 曾克林部 曾国藩的曾 曾庆红的曾 克服昆南的克 林彪的林 曾克林部 随苏军接管沈阳 据其回忆 苏军曾一度 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 苏家屯嘛 就沈阳交区嘛 仓库交给我军 看守 扩活 后来又收回了 针对当时东北人民 热烈参军的情况 我组织直属队的 直属队的干部战士 拉炮拉武器 战士们看到有这么多的武器 个个兴奋不已 在繁忙的公务中 我也抽出时间 加入拉武器的行列 干部战士不顾疲劳 先后拉了三天三夜 拉出步枪两万余支 轻重机关枪 一千艇 二十多万发子弹 还有一百五十五门 各种口径的迫击炮 野炮和山炮 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 出关的部队 还为当时的阔军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 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了 后续部队和原 抗日联军 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军的部队 还把那些给关内的给了一部分 给抗联给一部分 这个 内战的时候 包括在大连 这个淮海战役徐邦会战 陈毅的儿子亲自回忆过 我在中央电视台 看到过那节目 他们说多亏了山东和苏北的解放区 这个老百姓用小推车 给这个运伤兵 运弹药 运粮食 还有大连的大炮弹 大连当时归苏联人管 是吧 看来这个大连的兵工厂 也为解放军提供炮弹 以及其他的支援 好吧 朋友们就聊到这儿 待会儿接着聊 谢谢大家 Muchas gracias